两日内攻占长德孤城 这是鬼子司令横山勇接到的死命令 否则就要以剖腹山去往晋国茅坑报道 当天是1943年12月1日 于城万户奔时仅剩300来名士兵有战力 但在石门 磁利 黄石 桃源都有援兵迟来 鬼子第十一军两个师团 俨然处于两线加息状态 于是横山勇决定搬出法宝工程 他以前对这种毒气弹持之以弊 但这次却不得不使用 虎奔时也进入到守城最艰苦的一天 直接黄色毒烟蔓延城内 毫无防备的士兵只能临时用尿液禁食布条来阻挡 但此等做法貌似徒劳无功 众多士兵很快口吐白沫尔郎 当天是中美英千发开楼宣言之日 也是鬼子攻入长德城之时 鬼子戴着防毒面具 将倒地挣扎的军人残忍射杀 而后就是横山勇站在长德城门上 他望着遍地的躯体跟硝烟 似乎没有胜利者的骄傲 因为虎奔师仍在城里顽强抵抗 他们与鬼子胡在正面较量 而是进行巧妙的游击战法 鬼子躺平数字也在继续上升 此次长德会战 龙共投入16个军40个师 大约21万我过部队 虽然暂时没有部队攻入长德城 但吴时西施就犹如一个大钉子 他把横山勇两个师团死死牵制再次带包围 剩余虎奔师此以建筑物作掩体 与鬼子来回周旋各个大击小巷 防不胜防的冷箱让鬼子呜呼哀哉 昔日安静祥和的长德城 如今即是长元断壁 其间 冯宝华连长跟二牛配合着伏击鬼子 可在端掉一个鬼子火力点时 冯连长想用竹竿捆手榴弹炸毁他 乃至死弹贯穿身躯也并未倒下 随着一声巨响后 他用同归于尽的方式完成了任务 要知道 他跟妻子昨天才举行战时婚礼 而妻子则选择与其身部同房死同学 战事进行至此 有许多57师将士掩人成为俘虏 但他们并未选择做鬼子的走狗 哪怕让鬼子用机枪逼迫也不可能 并且这时于尘万依旧死守常德城 他要等到援军对鬼子完成反包围 现在恒山勇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甚至想着用广播告知于尘万 哪怕不投降也可以 但必须带着虎奔师剩下士兵撤出常德城 但他们怎会轻易撤走呢 至少也要等到援军抵达再说 直到12月3日告别阵盲将士之后 于尘万带领剩余的200名虎奔战士展开突围 并在两天后跟十一师完成会合 可成功出来的极有83人幸存 接着便是12月8日率援军重夺常德城 但这名英勇抗日的皇附少将 却因没有坚守常德到底 竟被蒋教长宣布判处死刑 只因在他眼里于尘万图围就等于弃城跑路 而后常德城数万民众签名作保 57师士兵更是有苦说不出 后来孙连仲跟王耀武出面求情 加之各方面的压力下 蒋教长才收回这一指令 反观8000对3万的常德保卫战 他们16天打出了一扫敌多的惨烈战力 更是书写出抗战史上的壮烈篇章 无论是近年来的八百与金刚川 又或者是2010年八一制片场的蝶血孤城 都标志着我国在战争类型影片有志的提升 捷影也期待更多抗日加作搬上荧幕 铁粉们是否也是这样想的